好 眼鏡條件 我要抓你们一个差 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为山东问题 警告各方面 这篇文章是为了 明天总罢课写的 主要是想告诫大家 千万不要以为 山东问题 仅仅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 也不光是学界 一家的事情 而是全中国的事情 无论学界 政界 商人 农夫 劳工 警察当兵的 做官的一员 乞丐 新闻记者 全都要站出来 国民斗争的矛盾 应该指向卖国政府 而不要再像五月四日那样 仅仅限于 曹如林 张宗祥 陆宗宇那几个卖国贼 为了让明天 大家游行时 都能看到这篇文章 我们今天 一定要把它 游印出来 你们愿意吗 愿意 好 去北大红楼图书馆 找手长 把游印记和纸张拿来 我们就在这里 爱我中国 我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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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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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代表 爱你 这是我的一九一九 我的一九一九 是中国人力一九一九 而破坏南北之河亿 学生等之 欧会不得签字 可是现在日本人要来当我们的侠 要来做我们的主 我手中的这封信 是致我们大总统徐世昌的宣言 咱们能同意吗 请向前一恒指向教育部的权利 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宣言 支持宣言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次学生运动 仅仅是把大清朝门头上的牌点 换成了中华门 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 陈鲁林张宗祥 陆宗于国人接约革命 返回采源培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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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 今天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巴黎合约的事 咱们的中国 青岛 在清朝的时候 让德国人强行霸占 这次世界大战 德国人打败了 我们是战胜国啊 原先 因为我们打不过德国 没办法 青岛让给他们的 但是现在 我们把德国打败了 青岛应该归还给我们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吗 对 好 这个时候日本出来说话了 他说 我们的民国政府 为了向他借钱 曾经答应过 要把青岛的管理权 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的美国 法国 英国 不敢得罪 也就同意了 工友们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个战胜国 不光什么都没得到 反而把应该归还给我们的青岛 转交给了日本 我想请大家好好想一下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我们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 反倒交给外国人做主 这个叫功礼吗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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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友们 咱们是民国呀 什么是民国 民国就是人民的国家 任何一件大事 我想问问大家 问过你们的意见 我们这些公友们每天流着血 流着汗 拼命工作 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 我想问问大家 国家大事 将求过你们的意见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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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这个民国成立以来 发生了那么多荒唐的事 哪一件事是让你们当家做主了 没有 没有 我们一起下苦力的臭力吧 没人看不起 我们吃饭都吃不饱 我们不是主人 不是 学生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抵制这个无耻的合约 为的是捍卫我们中国的主权 为的是要行使我们中国人 当中国家的权利 共友们 我们都是有一颗爱国心的人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不爱 谁爱 谁爱 所以 所以 对于学生们这么一个爱国行为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知之不理啊 誓死捍卫中国主权 是死捍卫中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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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问题 不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 而是全国的问题 无论是学界 政界 商人 劳工 农夫 警察 当兵的做官的 议员 乞丐 新闻记者 都要站出来 我们不站出来 谁能站出来 帮我们 中国是我的中国 也是你的中国 中国 是中国人的中国 同学 我想说两句 好 好 同胞们 我是纺织公司 纺杀机专卖处处长 沈德玲 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深深地感化了我 现在 我愿意将手中持有的 纺杀机专卖权 公开让给国人 以抢我国力 好 好 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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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头上戴的 难道不是中国的帽子吗 你们脚下踩的 难道不是中国的土地吗 你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哪一个不是原名的血汗 为什么我被 为了你们而言讲 而你们呢 是在替敌人来驱赶我们 你们这些头戴紧帽 手拿紧 不能糊涂充 行行吗 即使不为了国家谋生存 也应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活动 想一想啊 我们学生站出来 我们做错了什么 雷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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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所学校的代表聚集在这里 就是和大家一起协商 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 敦促政府抵制巴黎合约 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 邓忠夏先生 他是受陈都秀先生 李大钊先生的委托 到长沙寻求支援 下面我请他 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好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我叫邓忠夏 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大家 我非常亲切 因为我本人啊 就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所以今天 我回家了 我要感谢毛泽东领导的 新民学会 感谢祝勇 对我们北京学联 和北大学生会的支持 谢谢 现在北京的情况 很是令人振烦 但同时 也充满了危机 现在北京民众的力量 和北洋政府的力量 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峙 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要坚持下去 我们要举全国民众之力 我们要举全民族之力 来将这场斗争坚持到底 我们北京学联 还有北大学生会 已经组织了二十多个宣讲团 到全国的各个省市去宣讲 而我来到了咱们湖南长沙 我想请诸位 我的兄长 我的同学们 我的兄弟姐妹们 请和我们掀起一场 全民族的爱国运动 来拯救我们 濒临崩溃的祖国 好 好 好 东西啊 我想知道 这次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有 促使政府拒签巴黎合约 绝不能把青岛让给日本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唤起全民族的决心 我们要改造全社会 我们要让劳动者 成为天下的主人 好 同学们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东西 这些是陈独秀先生 和李大钊先生所主办的美洲评论 从中 可以更加了解北京最新的情况 和我们最新的主张 同学们 把这发一打 大家互相传言一下 各位传这看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美洲评论啊 来了解我们北京的最新情况 你们要抵抗吗 这通缘 问我问题 对 这 这就是比东西杂志 对 对 对 这就是比东西杂志 对 这能抵抗很质吧 对 一定要弄中的 对 谁得进去 对 现在 这几个 还有这几个 出了 出了 同学们 出了 同学们 大家都看到了 陈独秀先生的口号 就是全体人民站起来 直接地解决问题 我们湖南也不能落后 所以 我代表新民学会提议 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 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 同时紧急联络湖南各界 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 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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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罢课 分支 我们湖南商业专门学校 支持学生罢课 但是由于大家缺乏经验 我建议由新民学会 承担起全市民众大联合的 领导责任 你要多担待 自无帮待 为了更好的指导 湖南的爱国运动 我建议啊 我们应该效仿北京的做法 由湖南省学联 也办一本杂志 名字就叫 想讲评论 好啊 这个好啊 正好 可以跟北京的美洲评论 相互呼应起来 任志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 我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啊 就是在美洲评论的 指导下进行 众水先生 每期会发表好几篇文章 他就是我们的总司令 我觉得 湘江评论 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对 至于主编嘛 任志 非你莫属 同学们 毛泽东是北京大学 新闻学研究会会员 我建议 湘江评论的主编 就由他来担任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好 同意 好 同学们 我一定 恶珠使命 好 好 好 你 來開會 來來開會了開會 來開會了 來同學們 我給大家介紹兩位同學 這位是趙世妍同學 趙世妍同學呢 是北京市學聯代表 受陳獨秀和李大釗先生的委託 來我們學聯尋求支援的 這位是周恩來同學 周恩來同學剛從日本留學歸來 是我們即將創辦的 天津學生聯合匯報的主編 現在呢 我們先請趙世妍同學 給我們介紹一下北京的情況 經典一體 唇齒相異 北京現在的情況十分緊急 迫切需要全國各地的支持 月底前 北京學聯將會組織一次 大規模的示威行願活動 希望全國各大城市都參加 一方面彰顯全中國學生 愛國運動的氣勢和決心 一方面為成立全國學聯做準備 這也是我此次來天津的目的和使命 我帶來了一些 最近出版的每周評論 大家可以從中了解到 北京現在的情況和我們的主張 同學聯和我們的女界愛國同志會 已經做了安排 下面請 鄧文書同學給大家做介紹 這次赴京請願的天津代表團 由馬俊和劉青陽帶隊 我們天津各個學校都將派出代表參加 為了表達我們與北京學界 命運與共 戰鬥到底的決心 我們天津學界也起草了宣誓書 一共有六條 一 釋保國土 二 釋挽國權 三 釋血國齒 四 釋除國賊 五 釋共安危 六 釋同始終 請大家審議 為了更好的指導 我們天津的學生運動 我們決定 校訪北大的每周評論 創辦天津學生聯合匯報 鑒於周恩來同學呢 以前在南開 就主辦過校風和敬業的刊物 有豐富的辦刊經驗 學聯決定 聘請周恩來同學為我們的主編 這是一個又難又苦的差事 恩來同志一個人 奮鬥了半個多月 已經完成了匯報的籌備工作 下面呢 我們就請周恩來同學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各位同學 我回國不久 就趕上了五四運動 學聯為我以重任 主編學生聯合匯報 對我而言 自然是一步中此的責任 我們以北京的新青年 美洲評論 新潮等刊物為參考 初步擬定 以主張和時評為重點 設置了新思潮 新動態等八個欄目 和二十條半報宗旨 最主要是兩句話 本民主主義的精神 發表一切主張 本革新 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 宣傳新思潮 報道和評論國內外時事 和全國學生運動 根據天津和全國的形勢 及時提出鬥爭口號 指導廣大革命青年的 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周主編 那你能不能跟我們說說 革新與革新的區別 好 簡單地說 革新呢 就是要改造社會 而革新呢 是改造我們自身的思想 革新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礎 革新是革新的目的 我準備以革新和革新為題 為匯報寫一篇創刊詞 號召廣大愛國青年 自覺地把改造資深思想 同改造社會結合起來 用世界新思潮 新思想 武裝我們的精神 喚醒民眾的覺悟 把有這樣志向的人 團結起來 實現對中國社會的 根本改造 中文來同學來了 同學們 根據可靠情報 南開學校為了換取捐助經費 已經私下與大賣國賊曹汝林 達成了協議 預批請曹汝林為南開大學校 正是南開的七尺大主 我提議 為了捍衛南開的榮譽 我們現在就去向校方提出強烈抗議 絕不能讓大賣國賊曹汝林 玷污了南開的光榮 好 同學們 跟我們來 好 釋放國同 釋放國同 釋放國權 釋放國民 釋放國民 制衡國民 規復國民 stylishockshed 列位 我受大总统委托 带起主持本次会议 昨日陈璐报告说 日本公使小藩 向我提出强烈抗议 要求我方对学生 拿出点勇气霸气来 今日早上 大总统和段祺瑞通了电话 说清华大学和一些学校的学生 不上课改练舞了 影响很快 本月以来 就学生的问题 我们已经开了十几次会议 吴总监 请你把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 老几位啊 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不光是学生啊 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 不光是北京 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闹起来了 全社会的卷入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北京的商人和劳工也蠢蠢欲动 大有何学生联手之趋势 五四的时候 学生们只是提出要严惩外国内 可现在呢 他们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府 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采取强硬的行动 那这乱局势必成遥远之势 迅速传遍中国 吴总监 嗯 照你的说法 学生的运动已经蔓延到全国了 嗯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强硬 强硬就是对学生不能听之认知 该抓的抓 该抓的抓 该判的判 坚决履行政府的职能 你的意见我不敢勾通 我认为 这次乱局的根子 就在于蔡元培的出走 如果 我们想办法把蔡元培给请回来 北大的学生赵耀归蔡元培馆 这样比动物要好多 而且 这样成本和损失也小得多呀 嘿嘿嘿嘿 你这是剃头挑逼一头惹 你又不是不知道 蔡元培身边那些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教授 正是这场乱局的幕后指挥者 请他们帮助政府平息乱局 无异于痴人说梦 鱼虎谋皮 列位列位列位 列位 闭嘴 你要干什么 学生运动非同小课 早上大帅和大总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斟酌再三 决定 先来应的 吴总监 你 加强警力 李统领 你们宪兵 加强执法巡逻 我们是中华民国 办事要讲法度 不能让学生扰乱社会治安 也不能让洋人 特别是日本人 笑话我们没有执政能力 教育部和其他各职能部门 要态度坚决 立场鲜明 要签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明天早上就要颁布总统令 今师乃守善之躯 严禁集会游行 演说 散布传单等社会机械行为 严令文武长官严密机场 如再有前向情势 勿当犀利制止 其不服制止者 基因依法逮办 以恶乱盟 大总统还说 也不能都来硬 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 解决这次乱局的总原则 就四个字 软硬兼施 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研究 至于说到落实 硬的你们都会 我就不用多说了 把实施方案承报上来就行 但是 硬也要有个度 多为度 我抓人行不行 我只是讲原则 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你这是耍滑头 得判你毒支队 吴总监 你要是真的能把我 送进监狱躲过这一劫 我还真的要给你烧高香 你什么意思 行了 都别斗嘴了 大总统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该抓的抓 该打的打 你们教育部也得强硬起来啊 光来硬的不行 如果只来硬的 还叫什么转硬兼施啊 那还让我们研究什么呀 那你来 老子不会 光我也不行 要靠大家配好 你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三条 一是呢 让各个学校提前放假 二呢 宣布文官高等考试 这第三呢 让一些密探和特务 打进许政内部 做好策划的工作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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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软的方案不就有了吗 我觉得 就按金赵尹说的办 第一第二条 由教育部负责落实 第三条 吴总监 由你负责落实 好 你手下不是有很多密探吗 嗯 该花钱的时候就花钱 嗯 花点钱 让他们策返去 嗯 策钱你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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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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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灰 死灰 教育部训令 着令各校校长 会同教职员 于三日内 都帅学生一律上课 违反者一律遣散 开除 什么情况 开除 看来自小藩召会之后 北洋政府就动应的了 昨天 内务部队京师警察厅发出训令 要求北京各警察机构 严格取缔排日风潮 不光如此 就在今天上 东城学生演讲团 与日本兵发声口诀 居然还遭到了警察的拘捕 什么 逮了好多学生 学生 我听说 徐志昌已经给北京 及各省下达命令 要求聚众 游行 演说 散布传单等情势 犀利制止 违反者 依法代办 你说呢 怪不得今天不光是警察 连步兵和马队都上街了 而且见人就打 企业十分嚣张 同学们 我听众谢说 我们北大各个组织 刊物 以及社团一致决议 绝不执行教育部 关于三日内的复课训令 我们所有参加罢课的同学 可以将我们的书籍 行李 收拾整齐 一旦政府强力执行解三六 我们就离开学校 令盟救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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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知道 我现在只要一去菜市场 有无麻看见我 就说 陈夫人快来快来 我给你包园 我都快盛黄瓜饭了 将棋 将棋 过来 您两个再去一趟 北大红楼图书馆 把原音机再搬来 今天 必须把这篇 对于日史召会 及段都办通电的感应 印发出来 明日交由世人团散发 一定要让国民看清楚 日本的狼子野心 还有政府卖国的嘴脸 快去快去 好 别人家瞧你 我也去 我说你是怎么搞的 总是大半仙 支持孩子们出去 我去看看 又别去了 现在外边都是警察 可是他们 真行 现在可危险了 今天早上北大又抓了六个 你知不知道 哎呦正廷 哎年年 这么晚了印什么呢 啊我们要去红楼 把这些刚印好的宣称呢 给傅思年还有乐家人 他们送一送 哎你们这么晚怎么来了 我们来拿点东西哎 明天不是食人团要上街宣讲吗 他们俩怎么有功干这事 使命不可为啊 我先走了 北大要迁到上海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哎二先生先生 这么晚了 还来学校干嘛呢 北大怎么要全到上海了 对啊把北大迁到上海 这不应该叫北大 应该叫上大 现在学校叫什么 不重要了 北京就是一个政治的漩涡 从东府打一个喷嚏 学校就会闹地震 大家根本没法安息下来做学位 学校搬到上海以后 离开这个政治漩涡 对学校发展是有利的 这个更重要吧 我手里还有事 我先走了 学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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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同学 有电机用完了吗 我们能借一下 来 来 请我睡吧 别在这儿睡 来 我等他们回来吧 是吗 要不你先去休息 我在这儿等着就行了 不用不用我等就行了 请我睡吧 哎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 哎呦急死我了 你还没睡觉呢 等你们呢 怕你们出事 八课完刚晚都睡着了 我跟白岚不敢睡 怎么才回来呢 才回来 这工作有事吗 胡适先生写了一份 把北京大学搬迁到上海去的倡议书 他还亲自在傅思年和罗嘉伦几个同学去游业 我们一直在等他们印完 什么 把北大签到上海的倡议书 谁倡议的 我拿了一份 您看看 这个胡适之是不是吃错药了 他怎么想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把北大签到上海去 这不是胡闹吗 这北京的好戏刚刚开始 这要羡慕拆台吗 燕燕 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深更半夜的你把人叫过来训话 不太合适吧 这不就是封建家长制的做法吗 我让你叫你就去叫 你舍着这没用的干什么 提倡一印文章那是人家的自由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无权干涉人家自由 他这是扶你抽薪 我凭什么不能干涉 你到底去不去 我不去 他跟你一样都是北大教授 又不是你的跟班 凭什么不听你的话呀 你这样子是不是太伤人了 好 我不用你 我自己去 你给我起干的 程伯伯 您别生气 严谨是为了您好 严谨就是担心 万一您跟虎叔叔闹僵了 你怎么会弄到学生运动 更会伤到您自己啊 他懂个屁 动摇军心 功亏一块 干活 你怎么会弄到学生运动 哈哈哈 先生先生先生师师傅呢 陈先生 您怎么来了 胡教授已经回家了 你去哪儿 我去他家里找他 你去他家干什么 人家家里头有刚满月的孩子 我就是要问问他 他胡实质为什么要当叛徒 怎么做 我做不下 你们看看 这写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实质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吗 制造分裂 正部先生 胡先生这么做也是好心 他不想这糊涂 大敌当前 你们这么做 是瓦解军心 转移视线 帮慢回载的忙 结果必然是轻者痛 抽者快 先生 先生 这种宣传单 签名信 一份都不能发 都给我销毁 通通销毁 先生 这事 要不还是问一下胡教授 我们实在是负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你负责任 我来干 你只负责把胡事给我交过来 祝福兄 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我再不冲动 我们辛苦累积的革命成果 就要毁于一旦了 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 都在看着我们北大 都在看着我们北大 你们这个时候 把北大要牵走 就是吹灯巴辣 扼杀革命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们看不明白吗 你们要做曹汝林 张总想跟陆东宇吗 还是要做日本人的帮凶 班长总想跟陆东宇 正在第一次 就站在一起 掺杠 刚才是 你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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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闪到 或是你闪到 哎呦没还有肝饿的吗 有一会给你拿过来啊 少年啊 你把这姨妈赶紧拿走 等会 怎么样忙差不多了吧 姨妈姨妈来喝点粥吧 师傅我手快脏了就不帮你了 没关系 我带了手帕 一会你们餐好了再吃 没事姨妈我们快完事了 你说说你们的爸爸真是 这么晚了也不回来 让你们几个忙到现在 他这样对我早习惯了 但是他今天凭什么 对人家忽视叔叔这么霸道 你爸爸就是这个秉性 刚愎自用 天马行空 谁也管不了他 还到处得罪人 我也习惯了 不过你要相信 你爸爸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大家 他心里装的都是大事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他老是这个脾气 怎么能行呢 我看过西方的一个谚语 说习惯决定性 说性格决定命运 他这样早晚要吃大亏 叶年 有时候 我真觉得你和你爸爸 太像了 总是震见对脉盲的 姨妈 我有他那么冲吗 你怎么他还行呢 实在是 以前你 这么不容易 就是 行 有 让你 才可以 你这么不容易 所以她说她是为你考虑 为我考虑 什么意思 她觉得现在北大属敌太多 又身陷在眼下这个政治漩涡里 但凡有个火星燃起来 北大就毁了 我们也就跟着毁了 她说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 也能前功尽弃 所以她觉得趁着这个时候 把北大迁到上海去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我们和北大就都解脱了 她是这么说的 这是她的数字 其实在我看来是她想骗了 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错了 把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搞颠倒了 她是什么立场 什么视角 她认为北大就是应该 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不应该和政治夹杂在一起 外交纷争 国家利益 归根到底 它是政府该管的事 我们可以发表意见 但是不能阅速代报 我刚才明确地驳斥了她 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 诸次轻重不能混淆 现在正是抵制巴黎合约的关键时刻 在这个邪国眼上 北大南迁 无异于逃跑 我很难想象 一年前她还是一个豪气甘云冲锋在前的反封建的斗士 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瞻前顾后 畏缩不前的谋士 此种精神 如何能担得起青年导师的名声 不行 首长 我要去找她 我要把她拉回来 她是我引荐到北大的 周副修 我不能不管 周副修 傅思念已经去了 周副修 傅思念不是已经去了吗 你不用这么出怒 我们在这等是一样的 你要把一走岔了怎么办 你怒气出 首长 回办公室把门关上 小枝 我把你的倡议书和签名信都撕毁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傅思念已经告诉我了 周副修 别说你是把倡议书和签名信烧毁了 你就是把我护士值的家烧毁了 我也是不能生气的 为什么 第一 你是我的恩师 我的兄长 第二 你明明知道 野下离开要比刘夏更安全 也更稳妥 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它给设定 你这么做 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这是高峰两节 我怎么能生气呢 这么说你想通了 不生气和想通了 十两码事 好 首先 是指我要感谢你为我着想 但是我要问问你 现在 全国几十万的学生 全都行动起来了 全中国都在声援北大 这个时候 你倡议把北大搬走 北大走了 运动的中心没了 大家努力白白浪费了 郭新刚的命白送了 没有人可以再阻止巴黎合约 你想过吗 你说的这些我也能不知 可是现在 北洋政府已经来应的了 明令三日之内必须复刻 不复刻就要强行解散 那我请问 北大的解散和搬迁 两者相比较哪一个更有力 北大是中国的北大 全中国的一流大学 凭什么它北洋政府 说解散就解散 北大解散 你问问中国的民众答不答应 北大的老师 北大的学生们 答不答应 时智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 一直被北洋政府驯服的绵羊了 周兄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 我也不再隐瞒我的观点了 两年前我从美国回到中国 为的就是做好新文化 那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二十年不谈政治 一心致力于 启发国民的思想 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学者 爱国和救国的根本之道 在这条道上 我们新青年的每一位同仁齐心协力 把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 把那个曾经死期沉沉的救北大 变得生机盎然 可是后来你变了 你说新文化运动 它离不开政治 你甚至说新文化运动 它本身就是政治 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 我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 不变 不争 不可以 你说的去变去争 我都能理解 我以支持 所以 五四运动 学生上街游行 反对巴黎合约 我真心支持 在上海 我还和延年他们一起 亲身参加了示威游行 可是现在不同了 学生不上课 教授不教书 整个北京的学校都罢课了 所有的人都去搞政治去了 整个社会都乱了 中复兄 难道这就是你陈中复 想看到的生机盎然吗 生机盎然不是等来的 是指 是要斗争来的 不破不立 此时的中国需要勇士和斗士 凭什么我们中国人 要眼睁睁地看着签订巴黎合约 凭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岛 攻守让给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 就应该像出城一样等死吗 当然不是 就应该像出城一样任人宰割吗 当然不是 我不是主张不去抗争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满干 我们力量有限 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是是非非 保护自己 我之所以把北大提出来要南切上海 我为的就是要把北大保留下来 留到青山菜 不怕没缠绍我仅此而已 你是这妥协 是投降 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 就是因为郭行刚太少 护士值太多了 好 好 好